阿富汗现在目前国内一边打 一边又出现了双方进行和谈的这样的一种情景 这就说明了双方对于未来走和平解决的道路 还是走军事解决道路 双方都有自己的考量 从阿富汗政府来讲 阿富汗政府希望通过和谈来避免陷入内战之中 和塔利班达成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案 使塔利班能够回归到阿富汗的政治生活当中 这样阿富汗可以避免一场大的灾难 那么从塔利班来讲 他觉得同阿富汗政府进行和谈对他也有利 因为在和谈中塔利班提出的条件 如果阿富汗政府能够答应的话 那么塔利班能够按照自己的构想设想来治理阿富汗 那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但与此同时双方在战场上也做好了准备 因此双方实际上都是以两手对两手 那么至于说未来阿富汗的局势走向如何 我觉得两种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就是阿富汗通过艰难的政治上的和谈 取得了一致 达成了共识 使得阿富汗逐渐的内战的战火停息下来 走向政治解决的道路的这种可能性 是存在的 但是另一种可能性更大 那就是和谈不成 最后在战场上 一决高低 以军事力量对比来最后决定谁主导阿富汗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 他们对于治理阿富汗的构想相距甚远 塔利班是要求按照政教合一的方式来治理阿富汗 而阿富汗政府是政教分离 双方差距是很大的 因此想要谈得拢很难 因此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性 也就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